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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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经文打开 继续来学习阿弥陀佛第37月 我作佛食 生我国者 所需饮食 衣服 种种供具 随意极致 无不满愿 十方诸佛 应念受其供养 若不尔者 不取正觉 好 那么这段经文呢 含有阿弥陀佛的两个大愿 一个是37愿 衣食自治愿 一个是38愿 应念受供愿 我们先看第37愿 衣食自治愿 愿文呢 是从我作佛食到无不满愿 就刚才我们读的前半段 那么大意就是 在我成佛的时候 凡是生到极乐国土的众生 他所需要的一切衣食 以及供佛所需的种种供物 随着他心中的想念 自然就出现在面前 没有不能满愿的 那这一点呢 主要是针对 凡圣同居土的众生 尤其是饮食 因为凡圣同居土的 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 他是待业往生去的 习气还没有断 所以呢 他会想起来 到点要吃饭 可是他这个念头一出呢 马上就会有 他想需要的饮食 摆在面前 饮食限出之后 他才想起来 他已经是到极乐世界 成菩萨了 就不需要了 那这些饮食呢 又自然然的 又化现去了 他也不需要洗碗了 就是这样 所以弥陀这条院呢 是针对极乐国中 没有全超凡行 断除喜气的人 还没有断活正真的 同学来讲 那么这也是阿弥陀佛在因地 他在考察 十方诸佛国土的时候呢 看到了 这些国土的众生 饮食都不自在 所以呢 也就应运发了这个月 我们 常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 法轮未转 十轮仙 一般法会 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场地 第二个就是 中午吃的饭盒 像我们上个月 刚跟几个同学去澳门试餐 试餐的时候呢 就要先看一下我们 三千多个戒子 他的那个早餐和午餐 合不合适 再做调整 那么再看一下 法师的自助餐 尤其是中午栽生的那个菜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软硬程度如何 适不适合用 那么体现了这个生活呢 尤其是饮食 并不是很安稳 对我们的修行 都会产生很多障碍 那佛在世的时候呢 他是托波启示 就是哀家这样的走 托波呢 有两个意义 我们讲 佛带着大比丘僧 出来托波 这就相当于给众生呢 献了一个流动的福田香 我们每供一次 这就是种了福田 第二个呢 对于比丘僧自己呢 他也通过托波呢 断自己的傲慢的习气 那么像我在去年 去台湾的时候 有亲自看到 定红法师领着 五个比丘僧 那呢 他们呢 就 有一次中午出去托波 托得不是很理想 因为 那个时间比较早 他们 要过中不时 所以 十点钟呢 就出去托 那这很多人家 他还没有开始 做这个午饭 那早饭呢 就只有一些干饭呢 剩菜啊 凉菜 那他那天 我看托的就是 几片干馒头 还有 半碗剩饭 还有一点凉菜 就没有了 其他的 很多敲 敲门还没开 开了的 有的可能还 态度也不是很好 像 比如说 其他宗教的 他会有排斥 那么不仅是这样啊 我们饮食不自在 尤其是体现在 我们需要持午的同学 我们原先 不想持午 也是这一点 尤其是一出门的时候 特别麻烦 看着这个日中时间 好多时候就没有办法 用上午餐 但是你下定决心 要持午的话 都会安排好 可以自己提前 再带饭盒 实在不行呢 就拿碗 拿几片面包啊 或者是方便的 吃的 那么就过去了 但是呢 这个是跟个人的 福报有关系 福报大的 食物很方便 那么他在出去的时候呢 用这个午灾 也不会遇到障碍 福报低的呢 就很麻烦 那么 定文师傅 在持午的时候 每一次 从台湾回来 尤其是跟 清宫上人几次 我们同学都很发心 把午灾都准备好 然后呢 亲自到机场 我们在机场就 找一个 喝咖啡的地方 先买一些他的咖啡 然后站住那个地方 就开始用午灾 怕时间过了 因为一处机场 再回到住的 就容易过 而香港呢 它那个中午啊 很多餐馆 开这个 开馆 开的时间是12点 基本上都 不大容易 那就要提前做好 那对于我们这些同学来讲 那对于我们这些同学来讲 是给我们了修福田的机会 要感恩 所以呢 自己呢 存什么心呢 你就会得什么果 你要是存着 你要是存着师父给我修福的这个心 这感恩的心 你就会得到修福报的果报 你要觉得这师父这么麻烦 你要吃午 害得我又跑来跑去送饭 就一点福报呢 也得不到 所以呢 大家要明白啊 这个尊师重道 极为重要 我们净土宗的同学啊 都知道大势智菩萨和观世音菩萨 这是阿弥陀佛的两个随行的大菩萨 那么大势智菩萨头上顶的是什么 很多同学是不是也知道 大势智菩萨啊 他的头记上 顶着的是父母的遗骨 那他这个呢 就表示 他是孝亲 孝亲的代表 他在往昔是没成佛的时候呢 因为父母已经过世 之后自己闻到佛法 就发愿呢 要度父母 出离生死 所以呢 为了记住自己的这个宏愿 就把父母的遗骨呢 顶到头上 直至他成佛 也度父母 出离苦道 成佛之后呢 那个遗骨在头顶 就大放光明 观世音菩萨头上顶的是什么呢 顶的是一尊化身佛 那个是生生世世 教导他的老师 所以观音菩萨表示的是尊师 失去了孝亲尊师 就失去了所有 修学佛法的根本 所以大家呢 任何时候 不可以 不孝亲 不孝亲 就没有办法尊师 我们去年 在潮州 在澳洲 学完戒之后 亲公紧跟着去潮州 离我们这很近啊 去潮州 看元寺 受菩萨戒 三十 丁红师傅也去 那么我在离开澳洲 给师父上人 顶礼的时候呢 师父上人就交代 说你要跟过去 替我照顾国庆律师 因为亲公身体 当时不好 一直在吃药 我们都 无法去世跟着 每天上午 要熬一次中药 有的时候 可能晚上还要熬一次 那么他那个饭呢 要格外的软 菜都要格外的软 所以像这次澳门市餐 我都要求 他是要格外的软 因为很多法师的牙都不好 我说菜一律 都要煮得很软 要比正常的还要软 饭也是 菜也是 那么我们去 朝着开元寺之后呢 大家都知道 去年发生很多事情 蘸茶颤的事情 在开元寺 售完 菩萨戒之后 有一天呢 丁红师傅就晚上 早晚过去谈话 我就跟着我的 当时的一个小义工 小秘书过去 师傅当时就给了我一封信 让我转交给师傅上人 这封信呢 是丁红师傅决定 长期闭关 而且呢 决定舍寿 把这个寿命呢 舍给师傅上人 自己想提前 回归安养 这样的信 那么这也是 众生的福堡嘛 因为当时 出现很多障元 对丁红师傅的诽谤 也特别多 那么当时 我看到这封信之后呢 因为他让我先看 我看完呢 我就突然想起了 佛为什么那么早 入班涅槃 因为摩先请佛 入班涅槃 阿南瓦的一步 所以佛就提前走 佛就答应了摩 说可以的 因为度生的缘就静了 所以当时呢 我就跪下来 请识丁红师傅 我说不可以 因为我是发愿来护法的 你不红法 那我护什么呢 我说这个呢 不可以长期闭关 我说要舍寿呢 舍我的寿 你不能舍 我说这封信呢 不能交给老法师 所以当时呢 这封信是没有交出去的 但是 我跟大家分享这些呢 不是说 跟大家表白 我跟丁红法师的关系 而是确实 我亲眼看到 红法是极不容易的 大家如果没有 很真诚护法的心 听不到法的 我今年在台湾 跟丁红师傅 录制了至少四集的 关于红富政法 当仁不让 这个光盘 就是我提问 丁红师傅回答 但是一集都没有流通 大家都没看到 非常精彩 为什么呢 就是有障缘 所以流通不了这光盘 到现在 还在那个 我们内部的母盘 在这存着呢 我早年在这个大连讲课 讲的不只是女界 我讲的课特别多 那这几乎每天 都有去会所讲课 没有人护持 大量的讲课光盘 全部都找不着 所以大家听到的很少 当时文昌帝君 音质文 戒淫文 女界的女德方面 所有的这些书籍 我都讲过 听的人都不到十个 没有办法 就是众生的福很薄 我在前一段上个月 回去听书上人开示 师父上人就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六祖慧能大师啊 本来可以多讲十五年的法 但是在十五年 没有讲 躲到了猎人堆里 什么原因呢 嫉妒障碍 哪来的嫉妒障碍呢 外面的人没嫉妒 就是神秀大师的弟子 大家都知道 当时一看五祖 红人把这一波传给六祖了 都不服 这嫉妒障碍 逐逐十五年化去 所以老法师在讲经里说 这些人 仗了十五年的法 背的全是阿比地狱的果报 众生就少听了十五年的法 因为六祖那个时候已经开悟了 是可以讲经说法的 但是没有人能护持 这个障碍 障碍又障碍 所以只能在猎人堆里 来韬光隐晦 等着这个法源再现 法源献出来 印宗法师护持 所以重新再开始 红法 孝亲尊师极为重要 从点滴里要落实 比如说看到老师批评同学 旁边的同学心里怎么想呢 我昨天才知道 哎呦 这个同学真烈还这么能忍 这是恶念了 你这话说出来 老师也不敢再批评了 那同学也生不满了 对呀 我干嘛要忍呢 老师凭什么说我呀 要生什么心呢 生欢喜赞叹的心 这个同学有福报 能得到老师的批评 老师真慈悲 肯指出他的过错 你没有生这个心 反而生出这种悲下的心 哎呦 这同学真是能忍 这老师批的也太狠了 这种心不好 这不是孝亲尊师的心 我看到师父上人批评 丁佛师父 我都很羡慕 我们没这种福报 师父上人不肯说的 都是好好好 修得都不错 大家都挺好 能遇到严实 自己就有希望 能成为高徒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最严格的一个老师 是当时六十多岁的 一个历史老师 它是吉林省的省优秀教师 十大优秀教师之一 特别的优秀 老人家一丝不苟的 上讲台从来都是 那种老当义壮 红光满面 气如红中 对我们全体的文科班的同学 要求极为严格 就是我们的历史书上的那些案例 那些时间 那些事件 他要求的是 一丝一毫都不能够给说错答错 当时呢 我是我们文科班的这个学习委员 历史老师呢 很喜欢我 这老人家 对我的要求特别严 有一次呢 我这作业呢 就差了一点 结果就被当着全门同学批评 我当时就哭了 因为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 后来这个老师私下就找我 他说智学严谨 会让你一生受用 都说你不要怪老师啊 这么严格批评 我后来特别感恩我的老师 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考大学的时候 历史课是99.5分 我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状 整个吉林省的考生里 我排名第23名 就差零点我拿满分 就是因为他要求特严 所以我们现在是没福报 因为不敢要求严 我儿子在这个深圳上学 深圳呢 他上这个加拿大的学校 他上这个五年级的时候 碰到一个特别严的加拿大老师 集齐演 叫这个老师名 英文名我没记住 演到什么程度呢 他那个一个单词 每天要写20遍 每天晚上要写多少呢 500个 每天晚上我儿子写单词 要写到后半页一点 而且呢 他要求那个单词 写出不同的形状 都是艺术的 你还得考过关 我那只在深圳的时候 就每天给我儿子画格 画格 然后画竖格 再画横格 20个格 然后我先在那个前面 按照老师的要求 把那个字啊 单词卧的 然后一个个给他写出来 我再在旁边陪着我儿子 我就在那念佛 他在那抄 他们三点多人就放学了 他每天就写 这个得写到半夜一两点 就抱怨了 而且那老师是这个 极爱好冰球 加拿大人 就是冬天呢 那个教室里的温度 能开到16度 就很冷 然后呢 我儿子就很生气 又对我儿子很严 每次都是批评他 因为他的英文程度 不及那些外国学生 和人家已经上了好几年 这个外籍学校的 然后我儿子回来就抱怨 我就批评我儿子 我说你这么有福报 能碰到一个严老师 哎呀 这真的是祖上积德呀 我说你这样认真学习 将来你出来 你的英文程度 会大幅度提高的 你要感恩 老师要是不理你这些 你可以随随便便 每天就写十个单词 对吧 那那个空调弄那么冷 啥意思 我说让万一要是 我们这个有灾难 你就全球 咱们不看过那后天吗 突然降温的话 你那这儿 你就能有承受力了 我说你要忍着 他说那我要感冒 你心不心疼 我说这个生老病死 都是命里注定 真的该病就病了 你就别想那些 要真冷的话多念佛 现在今年他到香港 前两天还跟我说 妈妈我特别感谢我那老师 我现在一回香港 在香港的国际学校里 是他们班里的英文课代表 全班英文是最好 为什么呢 就是在深圳的时候 那个底打得好 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别以为老师对你宽松 是自己的好处 自己没有福报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 不仅是吃不自在 而且饮食呢 由于我们众生的心 所感召的 饮食也多会晤 不洁净 你看这个都有很多农药 喷嗓 那么想吃东西呢 也吃得不是很自在 比如说我们南方 想吃北方的菜 就很难吃到 所以呢 前两天我先生打电话 说他要到香港来 问我烧什么 哎呀 我说特别想北方的豆角 我说你就烧两只豆角就行 他说好 那在极乐世界呢 由于弥陀的愿力所致 这个呢就不存在 我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想什么什么吃 那个饮食什么时候就限 当然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 你从凡圣风居土 一路到方便有余 到食报庄严 随着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 每天听阿弥陀讲法 天天禅乐为食 你就不想吃了 真的是这样 像我现在念佛多了 真的就不想吃饭 觉得不饿 中午都 我前两天还中午还盼着 几点到十一点 就看点 今天我在那备课 哎呦 怎么到十一点了 没有饿的感觉 要以这个法 法实啊 为自己的这种享乐 我们叫精神食粮 那么衣服也是一样 穿衣也是不自在 你看我们 尤其修行人 现在逛街都很苦恼 为什么呢 买不到合适的衣服 这不是前面暴露呢 就后面露 这个不是那个款式太鲜艳 就是这个布料有问题 你看我们 有一天我在香港过街 看到很喜欢的款式 结果一问呢 是真丝的 蝉丝我们不能穿 然后跟我去的义工同学 那个销售员就问我们 学佛人为什么不能穿 这个真丝衣服 跟我去的那个义工菩萨 就给他开示 真是伤害生命 你看这件衣服 得伤多少条生命 那是这样的 所以就不自在 在极乐世界就都没用 那么这条院呢 也是不可思议的 不仅是饮食 后面呢 讲到种种工具 包括船帆 宝盖 珍珠 鹰落 卧具 衣服 汤药 香花 音乐 一切供佛的圣庙物品 心中一想 就会献出来 你就可以用来供养 十方诸佛 那么就是下面的 应念寿供远 十方诸佛 应念寿其供养 那这个呢 又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在极乐世界中的人呢 起一念 要用某一供品 或者多种供品 供养 十方世界里 任何一方 佛国土的佛 随着他的起心动念 他方世界的佛呢 立即呢 就可以接受供养 怎么接受呢 尤其是刚去的 刚往生的这个菩萨 还没这种能力 他完全是靠 弥陀的微神加持 在弥陀 微神加持下 他方世界的佛呢 就直接呢 把那手臂 伸到极乐国土了 就你就可以 给他供养 那这是 很不可思议的 那么深险 弥陀 加提之功 是他力 而在这种 广修供养的 殊胜功德当中呢 我们所有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都安住在 正定义当中 不会呢 有任何的 起心动念 这显了这种 自立的不可思议 所以呢 在极乐世界啊 我们要知道 整个极乐世界 就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 所显示出来 愿力流露 出现了这样的 一个世界 这个国土里的 所有的境界 都能看出 弥陀的愿力 而这些愿力呢 都能够显现出 普贤的十大愿力 这是今天 我在备课当中 感受到了 我们知道 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菩萨 他都的修行呢 是依据 普贤 行来修 都修普贤性 从初信位 到等觉位 那么普贤十大愿 从礼经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勤转法轮 诸佛注视 横顺众生 和普吉回向 这十愿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看第四愿 广修供养 跟这个应念受供 我们真的就能够 在这里感受到 弥陀这个愿力呢 就帮我们 奢受住了 普贤的大愿 所以呢 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行普贤的愿呢 就很方便 在这里呢 我们想广修供养呢 就不自在 供佛呢 现在佛已经不注视了 我们现在是末法 想真正的供高僧大德呢 也不自在 第一个呢 可能地理空间上不允许 比如我们很想去香港 拜访老法师 想供养师傅上任 但是呢 尤其东北的同学 或者是西北的 路途都很遥远 往返的飞机票啊 都要上万块钱 我早年 我起这个第一个念头 想去 看望师父上任 是在一零年 之前在家修学 没有起过这个念头 觉得看光盘就好 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菩萨呢 就跟我讲 他说老师 你知道吗 我早年呢 就想去看望师父上任 那个心呢 很迫切 又没有什么钱 所以呢 就坐那个火车 从东北黑龙江 坐了都快一个礼拜 那车没有动车 就一直坐到广州 从广州呢 再到深圳 深圳呢 再过关再到香港 到了香港 又没有钱 住那个好的酒店 就找什么地方呢 那种地下室 就有好多 没有很多黑人呢 包括那种匪用啊 派到香港找工作 在地下室里 他是没有床的 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 大家晚上都是蹲在地上 就过夜了 他说我就这么在香港 蹲了七天 为的就是见了老法师 终于呢 在协会见了一面 哎呀 就无比的欢喜 他当时跟我讲啊 完之后 我就生了很大的惭愧心 我觉得自己啊 钱财没有问题 那怎么没有想见师父的心呢 怎么这么傲慢呢 我就起了这一念 刚起这一念呢 就得佛婆的加持 就胡老师当时就安排我 去见师父上人 但胡老师的要求呢 是一定要法供养 要讲法 那是一零年的事情 那么地理空间呢 是一个障碍 还有呢 就是人事障碍 可能我们想去见 心很迫切 但是因为自己呢 业障重 福报低 就会有菩萨出来拦着你 想见都见不上 那我就看到过很多种这种情况 护法义工就会拦着 比如说老法师有事啊 或者不方便见啊 种种 这都不自在 还有呢 就是我们供品也不自在 想供养很好的东西 但是呢 找不到也买不到 这都是在这里讲 供佛供僧都不自在 包括普贤使愿里 我们看 像这个随喜功德 我们前面学过诸佛赞叹愿 为什么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 就是成就我们普贤的 普贤普世的随喜功德之愿 没有丝毫的嫉妒障碍心 完全的随喜赞叹 这是不可思议的 你看忏悔业障愿 跟我们前面学过的 悔过得胜愿 你忏悔了就可以往生 这是忏悔业障的书 最殊胜的果报 所以有业障呢 不怕 我们要随时呢 真心的忏悔 忏悔呢 就是后不再造 不知道怎么忏呢 业障太重的 那就拜忏 拜佛都行 拜到自己 完全能观照到 自己以前 做出了哪些错误 不如法的 不需要别人讲 我今天中午还跟同学说 我说不要去跟他讲 因为你讲了 他听不懂 他有那个仗仗着 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也不认为自己有错 这不能怪他 确实对于业障重的人来讲 他确实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错了 也不知道自己 怎么会错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我 我怎么就仗法了 仗法的果报 是很深的 大家做什么事啊 千万别仗法 仗法自己就得 完全愚痴的果报 不仅愚痴 很难从地狱里出来 而且再得人身 闻法特别难 你不容易闻到法 不容易遇到善知识 就算闻到了 遇到了 你又很难能听懂 这都是仗法的果报 所以仗什么 你别仗法 跟原先我学开车似的 我先生说 你撞什么 别撞人就行 所以我开车的时候 宁可撞树 他也不能撞人 我们的修行人 这仗啥 你就别仗法就对了 事出事件的法 他讲错了 你都不用去理他 他99句错了 一句是对的 人家听 就听明白这一句了 人家成就了 那他就得度了 要听法的 你就不要去仗他 都好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个果报 真正深信因果之后 你自己会放下很多 就不再纠结这些事情 所以阿弥陀佛 他的不可思议的愿力 都是在帮助成就我们的性德 圆满我们的性德 去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自在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下面 第三十九愿 也是最为殊胜的愿 我们来念一下经文 我作佛时 国中万物 严静光丽 形色殊特 穷威极妙 无能称量 其诸众生 虽聚天眼 有能辨其形色 光相 凝术 几种宣说者 不取证据 好 这个是第三十九愿 庄严无尽愿 那大义呢 就说国中的一切万物 都是极为的庄严 清净 光明和美丽 形与色 都特别的殊胜奇特 形是指形状 指大小 方圆长短 色呢 是指颜色 青黄赤白紫 这些颜色 都非常的美妙 奇特 没有办法形容 那么 为什么是这样呢 是因为呢 全部都是 阿弥陀佛 清净心 所献出来的 而所有往生 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也是以清净心 得以念佛往生的 所以在清净心中 显出的性德呢 就是这样的 庄严无比 那么国中万物 这个万呢 代表一切 不是说一万个 是所有的 在极乐世界的 七宝池也好 八宫得水也好 树也好 花也好 草也好 楼阁船帆 无一 全都是 严净 那严呢 是庄严 净呢 是清净 都是非常的 庄严清净 光力 光是指光明 极乐世界的万物啊 有一个特点 所有的物 都发光 不像我们这里的物 需要人家光照着它 它才会有光 不是的 极乐世界万物 都会发光 不仅发光 而且呢 还有香 都会有香 所以极乐世界 又叫香光世界 香光庄严 这是12年 丁洪师傅 给我在香港的家里 起的这个名 他让我把香港的家里 定名为叫香光精舍 当时他给我开示 他说香 是指我们的 因戒生定 而产生的 戒定真香 那么怎么能得到 这种戒香呢 是要靠一具 弥陀圣号成就的 光呢 是指智慧 光明 那也是因为 一具弥陀圣号 你一直持它 一直念它 而显现出我们 自性的智慧 经是精进 让我在这里呢 要精进的 念佛修行 是这样的 形是形状 色是色彩 说明极乐世界的万物呢 它的形状色彩 都极为的殊胜 奇特 穷为极妙 是指 微妙到了极处 没有办法呢 形容 一点都没有 就是多一点 也不行 少一点也不行 是非常圆满 就像那个 我们画的那个圆 你不能给它多一点 也不能少一点 显现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事项 当体即是妙里 所显的像 所以黄念老说 这里呢 都是像而无像 是无露的像 是实像的像 一切形象 都是弥陀 清净心 所显现 所以我们讲 一报 随着正报 这 极乐世界的 这个生活环境 和物质环境 就是 阿弥陀佛的 一报 因阿弥陀佛的心 这个正报的心 是清净 平等 正觉 圆满 具足的 所以显出的 一报环境呢 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从 四十八大业的学习中 反省一下 我们每天面对的 这个环境 大环境也好 小环境也好 当然跟这个世界的 众生的 共业有关 但是就我们家里的 小环境 我们修学的 小环境 它不庄严 不洁净 那也是自己的心 献出来的 你到一个道场 感觉 哎呀 很庄严 很清净 但是这个道场的 功德主 他的住持 他的负责人 他的这种修行 献出来 我们的家里 也是如此 无能称量 就没有办法 称说和衡量 其诸众生 就是指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众生 我们知道 我们一往生到 极乐世界 马上呢 就可以成为 阿维悦智菩萨 阿维悦智菩萨 是什么菩萨呢 大家知道吗 是七地以上的菩萨 大家要对这个 菩萨的位置 有所了解 你不了解 你根本不知道 这有多殊胜 就是我们 没有怎么修行 到了极乐世界 在弥陀 微神的加持下 我们全部都是 七地以上菩萨的 这种 这种威德 这是很难想象的 那么我就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菩萨的划分 根据《华严经》的说法 菩萨有52个阶段 这52个阶段 是怎么分的呢 从初性到实性 这实性位呢 是属于凡夫菩萨 它是随时会退转的 第二个呢 是从实柱 实行和实回向 就是初柱 至实回向 这30个位置呢 属于贤位菩萨 贤就是贤人的贤 君子贤人 我们讲贤能的那个贤 贤位菩萨 那么第三个 从实地 就是初地到实地 以及等觉和妙觉 这12个位置呢 叫圣位菩萨 就是你入圣人的位置了 圣人的位置 那么等觉菩萨 是即将成佛的大菩萨 妙觉菩萨呢 就是已经成佛了 像我们知道的观音 世智 普贤 地藏 文书 这些都属于等觉菩萨 即将成佛了 那么我们讲 地前菩萨 就是凡夫位的菩萨 和贤位菩萨 这些呢 我们通称都叫菩萨 而这个地上的菩萨呢 就是从初地 到这个七地菩萨 就是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这个叫大菩萨 那七地以上的菩萨呢 就叫菩萨摩赫萨 就很厉害 那七柱位以前的菩萨 就是宰出七柱往下数 一直包括十性位的菩萨 他都是完全有可能退转 很有可能呢 还会堕入到生死轮回当中 继续沉沦 七柱位以上 到初地以下 这一段位的菩萨 虽然到了不退转 但是呢 不能够自主了生死 不能够自主了生死 而初地以前的这些菩萨呢 他的生死 全部都是由业力来决定 没有办法自主 只有从初地以上的 圣位菩萨 他的生死 是由自己的愿力来做主 那么菩萨的修行呢 就是这样 一个阶位 一个阶位 一地接一地的 不断地往上修 境界呢 不断地提升 他整个的提升呢 都以清净自己的心地 和开发般若智慧 这两项任务为主 所以他在行与愿 双方交互修持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往上提升 越提升呢 他的心就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柔和 越来越不妄动 越来越广大 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无效 那么到了 我们先不讲这个七地菩萨 我跟大家说一下 初地菩萨 他跟七地还在六个位置呢 他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一个凡夫如果挣到 初地菩萨的果位 一切就发生了质变 他能在一刹那请 产生一百个化身 去一百个净土 面见百佛 以神通力了之 有助世的必要时 可以以自己的功德力 加持寿命 使之助寿 历经百节 色身依然不坏 而广做饶意众生的事情 初地叫欢喜地 你到这里 你就会得到大欢喜 我们连这个都压根做不到 比如说一百个化身 一个化身都做不到 所以到七地呢 更是不可思议了 所以大家知道 这么难修 而我们只念阿弥陀圣号 到了极乐世界 直接就入七地菩萨的果位 就知道有多殊胜 这是极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这句佛号不能不念 不念佛呢 就是念六道轮回 不念佛呢 必定呢 以轮回心照轮回意 自己会随时退转 我自己也是 不念佛的时候 就会起心动念 就会生烦恼 一念佛呢 这些就全放下 像昨天的那个事情 知道了之后 马上我就开始念佛 念佛当中 自己关照 把它看成是善知识 自己修行当中 出现了善知识 善知识提醒自己三点 第一点呢 自己的德行不够 不能去感化身边的同学 还要尽德修业 还要不断地严谨持戒 勇猛精进 第二个呢 提醒自己 不可以生撑脑 任何人陷到这种像呢 都是来提醒自己 要如如不动的 第三点呢 提醒自己啊 真正的要知道 众生确实是难度 尤其是末法时代 看到年轻人这样 心真的是很痛 但是呢 难度呢 也要度 不可以舍弃 佛菩萨安排这样的 善知识在身边 要提醒自己 发广大的慈悲心 难忍能忍 难做能做 难度能度 来修自己 往上提升 所以我们身边呢 有不同的善知识 像偶一大师 在《灵风中论》当中就说 有专门给自己护法 这是护法的大善知识 有专门给自己讲法的 这是自己的 讲师 导师的大善知识 有专门给自己 出各种逆境的 考验自己的 善知识 也有专门给自己 一起学习的 同参道友的 这种善知识 种种善知识当中呢 自己都要起恭敬心 不能够生轻慢 你看得业障重 他可能放下秃刀 立地就成佛了 所以自己 不起轻慢心 像我们三次佛妻 我都看到 我们善头有一个同学 身体有残疾 走路都很艰难 一天都没落得 跟着我们拜佛 一堂课都没落得 跟着我听课 我心里特别感 提醒自己 对法要尊重 人家是菩萨视线了 不是真是有残疾 我们自己对法不尊重 是怠慢众生 真的是这样 我在来之前 西安有个寺院的 住持比丘尼法师 一直在邀请我过去讲课 后来哭着说呀 我们那面听不到法 很想听 很多人都在听老师 你的光盘 你能不能过来 我算来算去 确实时间很紧张 因为到年底 我这一回去 我先生12号到香港 问我什么时候回 所以我13号一早回 我先生一走 我父母又来 我要接父母 然后父母一到 两个儿子放假了 要准备孩子的作业 还要带他们出游 孩子一弄完 定红师傅要回港了 定红师傅一回港 要去澳门红法 澳门一红完法 要回东林带僧团 确实我就说 他问我什么时间 我说我确实没有办法说 时间一个排一个 时间特别紧 所以自己呢 就是凡夫 这要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可以画很多身 就不用愁 可以教化随意 善谈无碍 我们这个讲的也不圆满 教化也不随意 所以确实是不自在 那么亲近善知识呢 华音经上讲 要用九种心 今天我看呢 要有时间 我就跟大家一起学习一遍 没有时间呢 我们看以后有时间学 没有这九种心 是没有办法 得到善知识的法义的 这是华音经里的教导 所以呢 他这九种心 前三种都是教我们 如何侍奉 善知识的 后六种呢 是教我们怎么样来 承传善知识的 弘法立生的大业的 这个主要是我们 跟注这个讲法的导师 像我们如何 跟注像我们师父上人 这样的真正的大善知识 要有哪些种心 那么也是一直我学习的 那么庄严无敬愿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大家应该知道 极乐世界 有29种庄严 大家知道吗 这个是天亲菩萨 在往生论当中 注述的 天亲菩萨 是在佛灭度后 900年 降生到 印度的北部的一个城市 他们呢 是兄弟三个 上面有个哥 是五左菩萨 下面有个弟弟 叫狮子觉菩萨 三个全是大成菩萨 再来 那么他们比这个龙树菩萨呢 应该是 晚了200年 在龙树菩萨后200年 他们出生 龙树菩萨是做大制度论的 大家应该知道 那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呢 是他去了极乐世界 回来之后 看到了极乐世界的总统庄严 所以呢 他就写了这部 往生论给我们学习 师父上人在 应该是在12年 就是把这个往生论 讲了一遍 题目呢 就是极乐世界的29种庄严 我记得我当时在香港 恰好坐下 听了几堂课 极其的美妙 当时在底下听课的时候 就像跟着 师父上人一起 回极乐世界一样 就讲极乐世界的花呀 草啊 树啊 水呀 描述的让你觉得 身临其境一样 那么 天亲菩萨在讲 极乐世界的29种庄严呢 是从两个方面讲 我们讲一个是 极乐世界的生活环境 一个是极乐世界的人事环境 这大家都能听懂 那生活环境呢 讲了17种庄严 这是指这个气世界清净 人事环境呢 讲的是12种庄严 12种庄严里呢 分两部分 一个是极乐世界的导师 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 这是指佛庄严 佛有8种庄严 还有呢 极乐世界的眷属 就是我们身边的诸位大菩萨 菩萨呢 有四种庄严 那么我们重点呢 就从啊 那么这里讲的庄严无尽愿呢 主要呢 是指这个生活环境 就是这个物质环境了 那我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极乐世界的这个水啊 地啊 它的虚空啊 还有它的光明 这些处啊 它的庄严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极乐世界的水 就是它的七宝池 这是我们到极乐世界 一到那里 第一个就要接触的 因为我们的莲花呢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带过去之后 是先要放到七宝池里 所以我们是在七宝池里 打开花 花开见佛 见佛勿无身 无身法忍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 地位以上的菩萨 阿弥陀佛菩萨 那么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呢 很多 遍布在极乐世界的各个角落 不是说就一处 它很多 七宝池水呢 是随心所欲 你想让它深 它就深 想让它浅呢 它就浅 想让它凉呢 这个水就凉 想让它温 它就温 所以呢 是随我们的心意 所变化 那最奇妙的呢 是它能够宣讲法音 我们在这个水里面 沐浴的话 可以听到我们想听的 任何的经 你想听法华经 就有法华经 想听华严经 有华严经 想听无量寿经 就有无量寿经 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讲 这个水能开神月体 所以开神就是能让我们开悟 你在极乐世界里 所有的物质 它都有这个特点 全部都能讲法 都能让我们开悟 而且都让你很舒服 你不会听着很烦躁 那个声音都很 让你觉得很悦耳 很舒适 不会听着起烦恼 都会听着非常的安稳 心安 那么天津菩萨在 《网声论》中说到 形容这个水是什么呢 宝花千万种 这个宝花就是指莲花 极乐世界的莲花 那宝池里处处都开满了莲花 每一朵莲花呢 就是我们 苏婆世界 就我们这里的众生 一动念头 想求往生 这个愿一发 极乐世界里就会现一朵莲花 你那个怨心不大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小花孤独 随着你的怨心越来越强 你的信心越来越足 自己呢 精进念佛的功夫越来越深 花就开始长大 颜色呢 也根据我们这里的心 我们的心越清净 那个花的颜色 越光美 所以大家在这修啊 跟极乐世界那个花 是紧密相关的 别哪天弄着弄着 把花弄没了 因为你一退转 不想去了 花就枯萎了 这是极乐世界 唯一可以有生有灭的 别的都是不会灭的 记得特别有意思 一二年有个同学 他呢就说 也不知道他是真能看的 是假能看的 是我身边的小秘书 说你的极乐世界的花 就是一个小花孤独 跟那个老师的儿子 二宝的差不多 都是一个小孤独 因为我经常问二宝 我说你要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有没有发愿 有 你放心吧妈妈 我说你的天天都是孤独 没有长大 自己要发心要大 那宝池里面有莲花 池边呢 都是有树啊 有宝树 有各种花 还有各种草 那所有的宝树和宝草 都是放光放香的 就像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一样 那么这个草呢 是什么草呢 网声论中也这样说到 说宝性功德草 柔软左右悬 处者生圣乐 过加瞻临陀 加瞻临陀是古印度的一种草 这种草特别的微细 特别的柔软 你一碰它呢 特别的舒服 很舒服 那么说这个草呢 是能够开启我们自性的 有功德的草 就是地上有很多这种 像我们草坪一样 那么它都非常的柔软 它可以左右的这样旋转 我们只要一碰着它 马上呢会生起那种伐喜 它也在讲法 所以呢 在极乐世界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 所有面对的境界 六根是我们的眼耳鼻舌深意 所接受的 所面对的六尘呢 是色声香味触法 这六尘境界 无一不再给我们说宣说妙法 所以你的六根都被摄受在法系里面 我们现在就不行 这个眼根一整 我们吃东西 这东西不会说法 咱就是起了贪念 这个真好吃 还想再吃一个 没有得到那个法义 接触东西也是 一触到很欢喜 但是马上生了这种贪欲的念头 极乐世界的就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无一物 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 全部都是弥陀化身 所流露的 所以呢 他都能带弥陀来讲法 那么这种草呢 柔软舒适 让我们不起贪染 增长我们的道心 能让我们慢慢的断烦恼 就开悟 所以去了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 一路确保我们成佛的 这个物质环境特别的好 那么再看极乐世界的大地 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地呢 除了这个崇山峻岭 悬崖峭壁 外面的地呢 也是高低不平 这表示我们这里的众生的心呢 很险峻 这个崇山峻岭就代表我们的心呢 很险恶 高低不平说我们的心是不平等 极乐世界不是 它是平坦的 非常的平坦 这种平坦呢 是阿弥陀佛清净心和平等心的流露 现出来的 那么在网生论中说到 宫殿诸楼阁 观十方无碍 杂树易光色 宝兰便围绕 讲的是极乐世界的这种 地上会有很多七宝楼阁 极乐世界所有的物质 地也好 花也好 草也好 水也好 都是七宝而变现的 七宝是 哪七宝呢 是金银 琉璃 水晶 琥珀 美玉和玛瑙 在我们这里啊 都是非常珍贵的 你去买一块翡翠 需要几百万 可能都很难碰到好 极乐世界的翡翠 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用来做地面的 就是所有的大地的材质 是翡翠 叫琉璃地 那么我们这里铺的这个是叫百游马路 极乐世界用来当做百游的材料呢 是黄金 所以呢 你去了极乐世界 你就不用生贪念了 谁也不会抓把土塞到兜里 极乐世界到处都是黄金 它那个黄金呢 是不可思议的 穿在身上 它是软软的 放在地上做建筑材料呢 它又可以坚固无比 所以呢 体现了这种庄严美好 一尘不染 身心世界都很清净 所以一一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为教化众生而变现的 也是为善巧方便 为众生 为度化众生 所做的 确实是不可思议 十方诸佛世界 都没有办法相比 这就是诸佛赞叹的原因 那我们呢 不断地深入地了解 极乐世界的美好 你就会把这个世界 全部都放下 没一点值得留恋 从物质环境到人事环境 没一样好的 人与人之间 不是嫉妒 就是是非人物 不是抱怨 就是互相的勾心斗角 善人难遇 善友难遇 善师难遇 到极乐世界到处都是 全部都是善友 无一不是 个个都是普贤菩萨 个个都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这里的环境也不好 想念佛 很难找到好的道场 我们这么好的修行的道场 大家也一定要珍惜 不珍惜的话 对不起自己 所有的缘呢 都是不容易成就的 我们讲天时地利 还有人和 你光有天时地利 人不和也不行 决定不能仗这个缘 却一个都没有办法 以前我们修行人就说 他回国内有几个大护法 像这个赵普老啊 还有满城老和尚 实际惨思 这些大护法都走了 老人家就很难回 所以真正的护法 功德是不可思议 是真心护念 没有一丝一毫的忌妒 全身心的都是在为这个法 法的助持来做 就像普贤世音里讲的 常请转法轮 常请佛注释 常随佛血 那个法轮要常转 转动了法轮 我们就可以从六道轮回 出离去极乐世界 不转就迷在这里 那么极乐世界呢 其他的这个庄严呢 大家呢 可以有时间看这个 听老法师那个光盘 我在这里呢 也简单的跟大家 再介绍一下 那么这里 像极乐世界的生活环境 他说是 零度污染的清净世界 无有限量的广大世界 充满爱心的慈悲世界 普照十方的光明世界 随念而现的自在世界 没有高下心的平等世界 触受生乐的法喜世界 绝妙自然的独特世界 广修供养的香光世界 破除痴暗的明镜世界 泛因遍布的微妙世界 最善助持的正觉世界 莲花化生的奇妙世界 受用巨竹的如意世界 永无猪难的安乐世界 一生成佛的大乘世界 有求必应的圆满世界 这就是他的物质环境里 现出的十七种庄严 那么 佛的庄严呢八种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第一个是庙用无穷的莲花宝座 第二个是远超群生的向好光明 第三个是普文十方的万德鸿鸣 第四个是四大皆空的如来真心 第五个是智慧海生的不退菩萨 第六个是圣妙无比的佛中之王 第七个是备受爱戴的极乐导师 第八个是素极成佛的真实之力 这是导师的庄严 我们的弥勒导师 我们的慈父 我们这一生啊 决定要跟慈父回家 不能留恋这个世界 没意思也好可以留恋 你越活 我是觉得越活越绝 真的这个世界啊 真的是灰烂不堪 你完全完全地给它射掉 你极乐世界就都拿到手里了 你还在意一些 还牵挂一些 你就不自在 不自在有的时候也能走成 走的时候呢就是痛苦一点 可能得助念呢 这个折腾来折腾去的 有的就能折腾走 看过被助念的不自在了 你本来想听这个佛号声 助念的给你念那个佛号声 助念的心在不清静 心里在想 你这怎么还不走 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待着 说念了一天一宿了 那有同学就问我 说是助念不清静 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完全看发心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清静心 但是发心为利益终生的话 会得佛力加持 得护法神加持 我们在那儿助念的 那一个小时也好 那个四个小时也好 不起其他的妄念 求威神加持 你可能从那里出来 你又起妄念了 那没有这种发心呢 尽量就别去 去了生烦恼 那极乐世界的菩萨庄严呢 是四种 第一个全部都是自立利他的大心菩萨 第二个呢 全部都是上供下化的分身菩萨 第三个呢 都是平懂变共的普贤菩萨 第四个全是慈悲坚固的勇猛菩萨 都一路勇猛精进 不像我们这里的菩萨 很多都是假的 都是放以懈怠的 大家要知道 菩萨唯一的善根是精进 不可以不精进 不可以不耗要修行 修行 真正的修行 就是拿佛给我们指导的这些方法 你一天念十步无量寿金 一天拜一千拜 一天念十万生佛号 勇猛无比的这样修 你看看这个偶艺大师 灵魂忠日里 他怎么样去对他的父母抄拔呢 聚集善游在一起 通宵彻夜的诵经念咒 发大愿 普愿带历劫的这种父母受大苦 愿意来抄吧 地藏王菩萨事件也是如此 他在往昔世中 你看他怎么就把他的母亲脱离地狱呢 我们不能那样悠悠呆呆的 那不叫学佛的人 那丢学佛人的脸 一天念个几百生佛号 一千两千 念一万生我算对得起你沉静语了 这跟我有啥关系 你念也没归到我身上 你不能说老师 你看我念完了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说吧 跟大家有一些要求 好像都是给我做的 没有要求 看着大家吧 都没啥感觉 就是这样悠哒悠哒 他觉得确实不忍心 就是这 还是没有放下 如果放下 就是不管了 爱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没有办法 修行是自己的事情 个人修行 个人了 个人吃饭 个人饱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你不修呢 他就一点都不得 我去年带着二十多个同学 在深圳这个小房子里 那个很简陋的一个小别墅了 怎么修 我要求他们第一个佛妻 三万佛号 每天一千拜 大家都很痛苦 皱着眉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有个人跟我说 别说一千拜 一百拜都拜不了 我说那也得拜 就拜到五百的时候都很兴奋 等着我们第三个佛妻的时候 最多同学 一天是五万佛号 拜两千拜 七天呢 极其殊胜 门一个不发喜的 那个别墅外 那个花开的特别美 那同学在里头念 我就在那个外面 绕着圈念 帮他们看着 为了不让他们出去 拿着铁锁 把大门给锁上了 照他们偷着跑出来打电话 就被我抓住了之后 我说不允许 我这种人也比较少 强迫人家修行 没办法 那不修啊 我说你这不修怎么办呢 那不能这样懈怠放逸啊 懒惰啊 就逼着大家来完成 所以后来想一想啊 这还是我自己修比较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 确实会让人生烦恼 有人带着吧 其实挺好的 有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比较着想 看着他们都不好修行 我就着急 一个不好要修出世间法的人 是必定堕落的 你对世间法的这些东西放不下 喜欢玩啊 乐呀 睡呀 吃啊 懈怠懒意呀 这些都是六道轮回的根 不能要这些根 明白了之后一点都不要 我不是夸我多好 我明白之后 我真的永远舍弃 挨了胃包我碰的都不碰 看都不看一眼 全假的 随便一个包就行 奢侈品商店 我一次都没逛 从这都已经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我在没学佛之前 完全不是这样的 剩饭我都一口不吃的 学佛明白道理 我公公吐出来的饭 扔掉的馒头 我在桌上捡起来 我就给吃了 我公公是哭了的 我公公跟那个保姆说 没想到我儿媳妇能变成这样 这是我想不到的 你学佛要真学 你不能是假的 自己把自己骗了 怎么行呢 我们不求外人赞叹 也不需要别人了解 但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良心上过得去 你听明白了 你还不做 然后就看着别人不顺眼 这个又吃肉了 那个又不好了 那不可以这样 感化家人 从自己做起 你就全能做到 我婆婆现在 她们都吃素 我大姑姐啊 还有那个 我大姑姐孩子 今年给我来信 都在学佛 前一段给我要光盘 我寄了很多佛珠啊 光盘 光碟 波金基区 自己要真修 真修就得真感 我们下面看下一段 无量色树月 我们念一下经文 我做佛时 好 这是阿弥陀佛的第四十大月 无量色树月 那么这段月文呢 到一能了之为止 大意是 国中呢 就是极乐世界的国土啊 有无量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数出来的 这么多的宝数 这些树呢 都是七宝所成 有的是一宝 有的是二宝 有的是三宝 有的是七种宝物都具足 所以一宝呢 可能它全部都是黄金变现的 二宝呢 它可能是黄金和白银 两种宝物变现的 或三宝四宝 乃至于七宝 七呢 也不是说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 那个七 不是的 这个七呢 代表是圆满 无一宝不具足 说明它是自性的 性德的 圆满的体现 那么都是那样的光彩明亮 颜色美丽 那么说它的高度 高达百千游巡 这个游巡呢 说法不一 有的说四十里 有的说六十里 有的说八十里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四十里这么长 然后呢 再乘以一百 或者乘以一千 所以那个树呢 如果是挪到 我们这个地球上呢 可能从地球上 一直连到月亮上 这么高 那有的就更高了 那我们就能想象到 极乐世界的国土 有多么的广大无边 那为什么这么高的树呢 它是跟那里的 那个众生的高度相关的 你看我们这里的树的高度 跟我们的个头就比较相称 那我们要看到那样的树 都会吓吓掉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在赞佛记里 称赞阿弥陀佛身相 是怎么称赞的呢 白豪婉转 五须弥 干目澄清 四大海 那白豪呢 就是指阿弥陀佛的面相上 眉毛中间 两个毫毛 卷到一起 像一个明珠一样 那这个明珠呢 是像多大呢 五座须弥山那么大 那只是一个毫毛 你再想想它身高有多高呢 那是想不出来的 干目澄清 就是指这个眼珠子 我们的眼珠 我们现在看到能多大 阿弥陀佛那眼珠呢 呈下四个大海的海水 那么大 所以你就看不到 有一个小朋友 他心地很清静 梦中啊 就去了极乐世界 他就曾经告诉我 他没有读过经 也没听过经 他就跟我说 他说 这个极乐世界的水 怎么那么软 那个地呢 也那么软 什么东西呢 都那么舒适 最奇怪的是 阿弥陀佛怎么那么高 我去了感觉 我像小蚂蚁一样 瞅着 就是那样的高大无比 那么呢 我们呢 这个身高啊 大家不要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呢 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 星球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这个地球 是很小的一个球了 太阳都比我们 那大一百三十万倍 比太阳还大的星球 那在宇宙当中 还有无量无边 那极乐世界远在 他方国土那么老远 现在的天文学家还没撤到 但是佛知道 所以他的国土是极为广大 所以呢 他那个树呢 都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树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个树呢 最不可思议的 就是他能够 讲法 跟其他我们前面讲的物质 是一样的 就像 佛成正觉 在印度 去过印度的 同学都知道 在印度正觉山的西南 在走十四五里地 有一个 毗婆罗树 佛就是在这个树下 成佛的 所以这个树呢 又叫菩提树 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道场里的树呢 它放光 这个树一放光呢 没有照不到的地方 而且它也放香 香一出来呢 普遍的全能闻到 其实也会到我们这里 就是因为我们有业障 闻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的时候念佛 我能闻到很奇 特别奇特的香 就在香港 我们的前院 我没有上香 半夜了 晚上 很好的那种香 一瞬间 大概几秒 就过去了 那么形色微妙到极点 随着我们看的人的心所好 你喜欢什么 它就自然而然献什么 那么树呢 这么多的菩提树 都是 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 化身所幸 即便是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他有善根低劣的 也能了知 也可以从树中 得到真实利益 这是 无量 宝树 那这一院呢 我们就讲圆满 正好剩五分钟 我们就讲一下 以九种心 亲近善知识 下面的院呢 我们就下等课再接着学习 那么什么是善知识呢 善知识呢 我们分四种 有专门对普通众生教化的善知识 也有属于地上大菩萨在来的这些善知识 也有化身佛的善知识 也有报身佛的善知识 当然我们普通的众生呢 大部分都是跟普通的 教化普通众生的善知识在一起 那么一切的善知识 是自己心所限的 你把善知识当成菩萨 就是菩萨在教你 当成佛 就是佛在教你 当成梵夫呢 就是梵夫在教你 看自己的心 那么在菩萨地论中说 菩萨善知识具有八种相 第一个多文大成经典 对大成佛法很了然 第二个持守菩萨戒律 受菩萨戒 第三个具足修行证物 第四个具有广大的悲心 愿意救济众生 第五个在面对众生讲法的时候 无有畏惧 第六个能够忍耐谦和 第七个心理悔期 心理不会七上八下 懂事很安定 第八个呢 是善于言辞 那么这是菩萨像所表现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求到真正的善知识 可以在佛前发愿 求佛菩萨 我们真心想跟善知识学 佛菩萨没有不满怨 都来回安排 我就是这样求的 所以呢 我觉得对佛的感恩是无以伦弊 那佛对我们是无时无刻 不再关心照顾 那九种心亲近善知识 我们知道净土宗和其他宗派一样 是很注重传承的 传承呢 包括法的传承和诗的传承 我们讲人以传法 法由人显 人法是不离的 所以我们讲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所以法和人 它是两者都不离的 那依止人的传承 就是要依止一个善知识 很重要 像无量寿经理说的 以清白之法会立群生 清白之法要从清净的传承当中传过来 如果这个人他学得很杂 很乱 很多师诚 很多师派 他就不能清净 所以每一个学习都要讲究这种传承的清净 你就能拿到清白之法 那么善知识呢 在《华言经》当中开示 说有以九种心来清净善知识 就能够真正的得到法义 决定成就 在九种心 第一种是如孝子心 第二种呢 是如金刚心 第三种呢 是如大地心 第四种呢 是如轮为山心 轮为山 轮是车轮的轮 围呢 是围绕的围 轮为山心 第四个呢 是如仆史心 仆是奴仆 使呢 是使命 仆史心 第五个是如除慧人心 除是除掉 慧是污慧 如除慧人心 第七个是如乘心 乘是大乘二乘那个乘 乘车的乘 如乘心 第八个是如犬心 犬就是 就是那个大 有个点 就是犬马的那个犬 第九个是如舟传心 舟呢 就是船 舟传的那个舟 我们先看第一个心 孝子心 孝子心呢 就是最根本的心 也是我们一指的这个心 我们在家怎么对父母行孝的 就怎么样的 对善知识 对善知识的话呢 要先把自己的惩戒 全都放下 以完全清静 没有自己见解的心 去听善知识的教诲 善知识的话 说一不二 言听计从 让往东就往东 让往西就往西 没有任何理由的听从 先要具足这孝子心 你要善知识说一句 你那边就有一句意见 这个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先入门了 不是说等到听懂了 我们才听话的去做 是不管懂不懂 只要说了就去做 因为你做着做着 你就会明白了 善知识有时候让你做 他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么让你做 你做着做着就知道 为什么让你做了 比如善知识说 你去倒杯水 他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倒水 大家看过大肠金吧 那个小宫女 不是去跟那个 那个就是领着他那个 像什么娘娘学习 娘娘每天都让他倒水 他不明白 为什么每天都弄那一盆水 最后终于明白了 他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那么要懂得 查看善知识的容颜 顺承善知识的心意 让善知识生欢喜 才能得到极大的加持 在华言经里讲 医治到什么程度 算是尽到孝子心呢 譬如牛马 瘦其鼻肉 就像一头牛一头马 在鼻子上穿根绳 这个绳子就交给主人 主人往他往哪牵 他就跟着往哪走 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 这个时候就把我直给破掉了 你就可以做到 尽信成识 尽是恭敬 信是相信 成是顺承 事是做事 可以很恭敬的 很信任的去侍奉做事 否则呢 就没有办法 你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意见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时间可能到 我们要不下堂课在 后面要有时间 我们再一点点讲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来回向 听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迷 苏万无量光佛唱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和上 摩沙波罗 波罗密 未经许可 之后 平地烦海 多亏 港三世一切 longing 功夫 也有可能 有可能 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